我们来看一下 好 注意 注意 注意到这边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以前讲的变异数 样本变异数 每一个点减掉它们的平均值 8乎平方 想加总以后呢 所以N减1 这是X平方 叫样本变异数 对不对 现在呢 我跟你讲啊 没有什么多余的变化 这是第几个母体算出来的样本变异数 以前我们只谈一个母体 所以不需要呢 不需要后面再加一个1 加一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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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加一个1 不需要增加 这个指标 可是呢 现在我谈的是K个母体的话呢 我有必要去注明 这是第几个母体的样本变异数 所以我加一个1进去的话呢 代表第一个母体了 看到吗 第一个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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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母体的样本变异数 OK 那我如果不是第一个母体 而是第一个母体 可以啊 可以啊 变成是一个广泛使用的一个指标 你看这样代表什么 不是第一个母体 是第一个母体的样本变异数 所以从这张开始 你看这一张14张等啊 16 15 16张这一张 都会有不少的这种呢 指标不止一个了 就两个指标了 所以你要熟悉这样的指标的方法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是第这个母体 投的第i个点 第这个母体算成样本平均数 第这个母体所取的样本数 然后第第几个母体所算的变异数 然后这边也是这样 算到了第几个 N几个点 第几个母体的N几个点 好 了解了这个以后呢 所以我们 我们再谈一个东西了 这个等号横成立 大家仔细看一下 把左边这个东西 减一个加一个 减自己加自己 等于没事 对不对 可是这一加一减的话呢 创造出两个东西出来 可以吗 大家现在这边看了懂不懂 不懂 没事啊 就是减A加A而已 等号是不是还是成立 可以吗 左边是不是等右边 懂不 等的话呢 我可以拆开成为这一份跟这一份 是不是可以拆开成为两份 拆开成为这两份呢 是什么意涵呢 就是说 我这边如果有一个点 叫XIJ的话 叫XIJ 如果 我的X8 bar在这边 然后每一个 每一个母体的样本 平均数 假设第一个母体样本平均数在这边 第二个母体样本平均数在这边 然后 DK个母体的样本平均数在这边 中间这边很多个 黑色的代表呢 样本平均数 那它的意思是说 我今天如果有一个点 XIJ在这边 这个点 跟X8 bar之间的差距 是不是就这个 这个差距你看看 现在是不是这么小 这么小的差距 原来可以表现成为两个东西 相加 哪两个东西呢 第一个 这个点本身跟 该母体 那个点所坐落的那个母体的样本平均数 假设这个点呢 所坐落的样本 的母体在这边 那它的样本平均数 假设是在这边的话 所以 把一个母体看的是一个班级好了 这是你 这是您班上的平均值 假设这样的话 你跟班上的平均值 差多少 差这么多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班上的平均值 与全校的 总平均 全校总平均 是红色这个点 班上的平均值 跟全校总平均差 一直差这么多 这一块呢 是你跟班上平均值的差 这一块是班上平均值跟全校的 平均值的差 那你要注意哦 这个XIJ去减的X88 这是正的 那可是你跟班上平均值相差 是你减掉班上平均值 你比人家小 你减人家当然是负的 可是你班上平均值 比全校的总平均 是还大 看到没 所以它减掉总平均 这当然是正的 所以你看啊 正的这么小 这么小 可以表现成为 一个负的这么大 再加上一个正的这么大 相抵加以后 果不其然 等于这么小的一个正 真的吗 可以吗 任何一个点都没有问题了 你不相信你拿 随便拿一个点 你拿一个点 想要去算出 你跟全校总平均之间的差异 你可以分成两部分 先算出你跟你班上的平均的差异 再加上班上平均差异 与全校总平均之间的差异 把这两个差异相加 就是你跟全校总平均之间的差异 可以吗 就这个意思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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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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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可以看的是 关起门来 内部的 就是定在 第第一个母体里头 你这个点 跟这个母体的平均值之间的差异 是不是 关起门来 内部的 那这个是 你这个班级的标杆 的平均数 跟全校的 那这个是 班级与班级之间的 那是global 所以这个可以叫做 叫什么 between between between这班级与班级之间呢 现在谈的是校级的 谈校级的话呢 全校有好几个班啊 全校 哪一个班跟全校的 所以这种level是 当然是比我们个别的 班级与班级的内部 还高一层 所以这个是比较高层的 所以我们说它叫global 那英文上头 一个专用名词 叫between between 班级与班级之间 班级与全校的平均之间 那这个是 local local就是你 你这个点 跟 这个班级的 平均之间的差异 可以吗 所以这个是with it 班内 班内的事物 班与班之间 班与校 平均之间的差异 把这两个层次把它相加 那就是你跟全校 这种平均之间的差异了 不是吗 可不可以这样看 可以吗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如果这个可以的话 那我现在一样呢 我来看 我把这边平方 然后有I有J 这个先不要管 这个先不要管 这两块 前面那一块是XIJ-X.J bar 后面是X.J bar-X bar bar 这个懂不懂 把这个当成A 因为它内部是A加B A加B的平方 是等于A平方加B平方 这样2AB 懂吗 对不对 因为它等于这两块相加 那把这一块当A 这块当B 可以吧 这是A这是B 还没有平方式写哦 那现在 它是等于A加B咯 现在你把平方 不就等于A平方加B平方 A平方加B平方 加2AB 可不可以 OK 然后再来 Double sum 这边一样Double sum 这边一样Double sum 这边一样Double sum 我们可以证明这个东西等于0 这东西等于0 你看啊 中间你看这是Double sum 这里头有I有J 这里头没有I 你看这边只有J而已 没有I 所以这一块 对于I 这个Summation来讲的话 是个常数 所以我可以把它提出来 到前头来 提出来到前头来以后呢 它就变成什么东西 变成这样 然后这边是J 这块就不见 就没了 好各位同学 这一块 这块等于多少 这一块是你把J固定 先不要管J J固定 或者你不要看J 可以 同学你看啊 我们以前不是说吗 I -X bar 相加总 I从1到N 这个加的结果会等于多少 等于多少 所有的I相加 看到没有 减掉N个X bar 这个会等于多少 会等于多少 不要被骗了 这个我可以拆开成为两个来看 可以吗 可以变这样 那这个是等于什么 全部相加不是N倍的X bar吗 对吧 那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 这是X bar自己加自己加几次 加N次啊 这不是等于0吗 这一块等于0 你这边是不管你是 第几个母体的效果都如此 那这边是你把J固定哦 J固定哦 你看J是外面的事 就内部来事的话 这里头就等于0啊 J固定 故事跟这个一样啊 J固定的话 DJ个母体里头的这一块一定等于0 所以0层上任何东西还是等于0啊 所以这一块是很容易可以证明它等于0的 对吗 它等于0了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 你知道吗 那我们为什么要证明一下 没证明的话心里就不快活 心里不会觉得很信任它 老师讲的对还不对啊 证明看看 哦 我终于接受了 终于相信了 所以同学你看 我是这样子的 XIJ 减到X8 bar I从1到NJ J从1到K 可以 加上另外一块 这个是I等1到NJ 我把上面这个东西把它重新写得比较清楚干净一些 就变成这样 现在 你看看 我刚刚是不是第一节课跟你们讲 这个是总的变异数 我可以把它切成这两个变异数你看到没有 切得干干净净 本来你看看 本来你还没有进一步去看的时候 你以为这边还有一些惊惊叛叛在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证明它等于0的时候 你就要豁然开了 原来变异数是可以切割的 而且切割的话它有它的意义了 你看这是总的变异数 为什么说它是总的变异数呢 每一个IJ跟总平均之间的差异 你看好多的XIJ跟总平均在这个地方的差异 然后你把它算它的变异数出来 这个变异数可以切割的两种 这一种是什么我刚刚讲过了 这是不是William IJ跟内部里头的变异数 那这一块是每一个班级的平均跟总平均之间的差异 这是什么 这是between 一个是within 一个是between between就是班级 between this class and the campus between this class and the other classes among all different classes 那这个是within within the same class 那这是total 那你知道这个地方是有好多的平方哦 相加总哦 这边一共多少个平方 刚刚写给你们看这边多少个平方 一个平方 两个平方 I从1一直到NJ 然后 这J等于1的时候是N1 然后再来J等于2的时候 I等于1一直到N2 然后 I等于1到N3 所以这边一共多少个 是不是nt个 nt个平方哦 所以好多个平方把它合起来 这种概念叫 sum of squares sum of squares 叫平方合 平方合 简称了 sum of squares due to total 所以它简称叫 s 哇这没水 这叫 s st t t代表total的意思 ss叫 sum of squares 叫平方合的意思 这个你看看 这是内部了 也是很多平方合 看到没 一个平方 两个平方 这边多少个平方 你看看 IJ这边一样 有nt个平方合 好 所以它这个是什么 它这是 sum of squares due to within 因此呢 给它一个简称叫 ssw sum of squares due to within w 这个是sum of squares due to what due to between 所以本来给SSV 两个s的意思 通通都是sum of squares 都是平方合的意思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了 sst等于ssw加ssb了 这一看就很清楚了 然后这除了在数字上头 可以这样切割之外呢 还有一个东西 你看啊 这边一共多少个xij 有nt个xij 有几个x bar 有一个x bar 刚刚那边画了 x bar几个啊 k个 所以nt减k 自由度nt减k ok ssw的自由度是nt减k 不要告诉自己这实在好无聊啊 不要告诉自己 心里不要起这个念头 要告诉自己 这很有趣 居然还能够看到自由度这玩意儿 要告诉自己这样子的话 你眼皮就不会盖上去了 你知道吗 不要自己暗示自己 说哎呀我数学不好啊 我不喜欢 我是练伤的 伤的搞数学干什么 不要暗示自己这些东西 暗示自己 这个东西很神妙 这很神妙 居然还有自由度这玩意儿 他还能够这样看到 你看nt个自由度 减k个自由度 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有这玩意儿 对不对 要这样想 这样你就会抱一个 很好奇的心 就不会眼皮不会盖上去了 眼皮盖上去都是自我暗示 好累啊 这好无聊啊 这边呢 这边几个自由度 先告诉我来 几个xj bar 几个k一个 几个x8 bar 一个 所以他自由度是k减1 因此你发觉 他的自由度也会相等 你看到没 自由度是不是相等 全部的自由度可以切割成 nt减k再加上k减1 不只数字上头完全一样 自由度也都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你看他切的 是不是干干净净啊 切了一点 精进碰碰都没有 就像刨丁解牛啊 切在那个 关节上头 切得如此的 干净利落 不只数字上头切得很漂亮 自由度也切得干干净净 所以才叫做anova 才叫analysis of variance 你把variance把它切割成为 两块 自由度也切割 数字上头也切割 切得干干净净 就是你会欣赏的话 就觉得这个地方才很棒 这个地方很棒 所以我们说 sst等于ssw加ssb的 那自由度也 也是一样 好 现在呢 懂得这个概念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个 你知道吗 我们先前说了 μ1等于μ2 等于μk 你知道这是什么回事 怎么会有人发明这个东西出来呢 这套方法呢 叫做实验设计 experimental design 它是实验设计 它当初是怎么来了呢 你知道当初他们是 原来是为了要检验 他们为了检验什么东西呢 为了检验 k种 品牌 的肥料 效果 是否 有所不同 当初是为了检验这个东西 结果他们就找了很多的荣义学家 就是发明出 我们有没有办法 也搞一个方法出来 他怎么做 他就找一块田 很大的田 然后把他切割成为k块 第一块 第二块 第三块 第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 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一直下来 k块 所有的 由于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它的 所有的条件 它的自然的条件 风啊 水啊 土壤 阳光都完全一样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什么 就是每一块小 小 小田里头啊 放的肥料不一样 第一块放第一种肥料 第七块放第七种肥料 懂的意思吗 每一块都放不同样的肥料 你要检验k k一种品牌的话 我就切割成为k块 那 作物完全一样哦 然后比如说你要检验对什么 对 对这个 对这个 高丽菜 是吧 那你就 每一个 每一块小田都放同样的 品种的高丽菜 可是唯一不同的就是肥料不一样 然后一段时间以后 看它收成如何嘛 它k个小田上头的 高丽菜 它的收成会不会有所不一样 这样是不是可以检验出来说 到底这k种肥料下去的结果 也没有一样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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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要检验的是k种不同的肥料 你知道肥料的英文叫什么你知道吗 来 肥料英文叫什么 肥料英文叫什么 这个因为你们没有种过田 你们也不是念农艺的 也不是念这个的 我跟你说肥料英文就叫这个 treatment 你对待人家如何 你懂吗 你对我好不好 肥料是对待作物用的啦 你对待人家好不好 加个s的话呢 就是很多种了嘛 对不对 所以简称叫treat 叫tr treatment 所以为什么啊 我们还把这个什么 你课本上头 你会出现什么treatment呢 在这个地方 experimental design里头 会出现这个treatment 其实这个treatment 原来是这样来的 原来它是 当初在种 去检验不同的肥料 对同一种种物的一个效果 一不一样 从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才会有treatment 这种概念出来 是吧 treatment是肥料 所以你现在啊 你看 这个SSW 这不是Vin 对不对 同样一种肥料 同样DJ一种肥料 作用之下 Xi跟该种肥料的平均 为什么会有差异 好 好比说就这块来讲的话 好比说这一块 这一小块里头的话 我是不是还可以切成很多不同样的小块 然后这里头每一块呢 都撒一些种子下去 每一小块都有 然后到时候来看 这里头的每一个小块 它的单位 把它当作单位生产量 好了 单位面积 单位面积 生产量 这里头的这一块 它不是都叫 XIJ XIJ是什么意思 DJ一种肥料 施加之下的 DI块 DI一个单位面积上头的 产量 就XIJ 对不对 在该块的 在该种肥料之下的DI个单位面积上头的产量是这个样的 为什么会跟同样的肥料作用之下的平均产量 什么是XJ霸 XJ霸 XJ霸就是 在这一块范围之内的 很多的不同的小块 的那个平均的 单位生产量 是不是就是这个 对不对 为什么这会差异啊 为什么 为什么 DI块 同样的肥料作用之下的DI块会跟平均的作用会有所不同 这边所有的每一小块 是不是都是领受的同样的肥料 都是DJ一种肥料 对不对 那为什么DI块会跟平均的 的那个单位生体上的会不一样呢 会有这个差异呢 XIJ 为什么会跟X大J8会有所不同 这是平均 班上的平均 这是你 你为什么会跟班上平均会有不同 同样一个老师教的 为什么同样的题目考下去 分数有些考20 有些考90 为什么各种各样不同样的差异出来 按理讲应该一样才对啊 你懂吗 施加同样的肥料之下 像我们教书的老师就像肥料一样 我们施加了很多肥料给你们 对不对 为什么 灌那么多的知识肥料下去 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 有些考得很好 有些念得不太好 为什么 在统计学上头来讲 这个叫什么 这叫ERROR 科学领域它会谈因果关系 它谈哦是因为什么原子被这个质子一撞 撞了以后呢它分裂了哦因果关系是这样来的 懂吗 Cl加Na所以变成什么Nacl 对不对 化学上的因果关系 统计学谈不谈因果关系 同学不谈因果关系 同学他有什么关系 他有没有互相独立啊 相不相关啊 相关系数多少啊 等等这种东西啊 对不对 我讲这东西 有没有兴趣 会不会讲太多了 讲太多了吗 我讲这干嘛 我讲这告诉你们说 原来人与人之间是有误差的 同样的一种米养出来的人 白白种啊 是不是每个人都长得不一样啊 是不是 原因先不管 但是同样的肥料施加下去 会不会有误差 绝对有误差啊 所以把这一块叫做误差 所以呢SSW事实上又把它称为叫SSE E代表EROR 你看在同样的J作用之下 居然有些I长得特别的不一样 比它还低或比它还高 原来会有误差的 同样的条件之下 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之外 原来有很多的原因 不是统计学能够处理的 统计学家不懂这些东西 怎么懂力学 怎么懂化学 对不对 除非他另外再去修个博士 是吧 他当然不懂这些东西 所以从统计的眼光来看的话 对不起 那叫误差 所以这一块SSW 又简称 事实上以后我们就不谈SSW了 有些书本会用SSW 会用SSB 你会看到有些地方是谈Between 或者谈Win 但是呢 从现在开始 我们正式的名词应该叫SSE Sumersquade Due to Error 那SSB是什么意思 Between DJ种肥料 由于施加下去 DJ种肥料 因此会跟总平均会有差别 所以它这个层次是谈 不同肥料之间 所造成的效应 因此呢 SSB啊 又简称叫做 Sumersquade Due to Treatment 这叫SSTR 所以TR的意思是什么 Due to Treatment的意思 Between Treatment and Treatment 肥料与肥料之间 在谈这种比较高层次的问题 那这个是内部的问题 关起门来自己讲话 自己看是 这SSE 一个是SSW TR SSE 所以结果会等于SST 这一样是SST 所以以后呢 我们就看SSTR SSE了 好 那这两个相加起来 叫SST 有没有问题 看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许耀宗的问题是说 怎么会得到这个自由度 对不对 自由度怎么来了 对不对 好 再讲一次 大家看看 IJ一共有多少个 你这谈的是IJ啊 对不对 DJ一个模型当中的DI一个点 对不对 请问全部有多少个IJ一点 多少种可能 是不是NT一个 好 所以NT 那几个X bar 8 bar 加加bar 8 bar 8 bar 有几个 8 bar只有几个 就一个啊 所以 它的自由度才是 NT-1 这样来的 知道吗 那这边呢 为什么NT-K 这个IJ也是NT 全部NT没有错呢 问题是你有几个X barJ啊 几个 几个X bar K个而已啊 所以它是NT-K 那这边呢 为什么是K-1 因为你有K一个X bar 那你有一个X bar bar 所以是K-1 这样来 是 对 对 可以这样来看 因为它 它在数字上头 在数字上头是 前面这个减后面这个 所以在自由度的层次上头来讲的话 你也要从这个地方去理解它 你有多少个 然后失去掉了多少个 你减掉它就失去掉 很好 这同学比较愿意发问了 原来你们都可以发问的 只是你们不愿意而已 只是你不回而已 对不对 哪有那么难 你问的问题 即使人家都懂了 你还是要问 因为你问了 说不定造福别的同学啊 所以呢 人家发问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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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带着一种快乐的心 看看人家发问的问题 可以在讲一次就是 XIJ-XJB 然后在两个方法里面伤成 会等于 这个地方就是 你看这一块 这一块跟I这一块 没有关系 所以它把它当常数 提到外面来 可以吗 J的跟I没有关系嘛 所以把它提出来 提出来后里头这个东西 在I的带领之下 这里头相加会等于0 不要管J 在那个时候不要管J 这要管XI减掉XBAR 相加种 一定会等于0 可以吗 还有问题的样子 你看啊 为什么 你是不是这个地方卡住了 为什么这等于0 我可以讲 就是因为你多了一个J 多了一个J把你卡住了 我跟你讲 我把J拿掉好不好 不谈J好不好 就谈一个母体就好了 不谈DJ一个母体 谈单一母体来讲的话 请问这个会不会等于0 为什么这等于0 这很简单啊 这个不就是拆开来 拆开来 你看这等于 减掉N倍的XBAR XBAR自己加N 是不是NXBAR吗 然后XI全部相加 不是这个吗 全部相加 不就是N乘XBAR吗 全部相加是不是NXBAR 所以相简单一个 都懂了吗 所以你看 他多问一次 造福了很多 其他不敢发问的同学 你说是不是 你内心里头 是不是感觉到 好谢谢你啊 通知 是吧 是吧 你才抱着这样的心态 去看别的同学发问啊 你就会觉得 发问是好的 人家问的问题 说不定你没有想到 所以人家问了 这个问题以后 你获益良多啊 你暗自在那边啊 哎呀 谢谢你问了这个问题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居然想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 用这种态度来看待 任何同学的发问 大家都比较 愿意来发问 其他课也一样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没有问题 吴正汉是吧 是吴正汉 吴中汉 吴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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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汉没有问题 好 都没问题了 那我们再来看 把SST T啊 除以它的自由度 叫MSTR SSTR的自由度是不是K-1 SST 是1的自由度 NT-K 除出来后 前面加一个M 这个M啊 叫M的意思 叫平均的意思 MING MING Due to treatment 本来是 Sum of squares Due to treatment 现在叫做 Mean square Due to treatment Mean square Due to error 本来是SSE SST啊 现在前面那个S 改成M 前面那个S 叫Sum 现在没有Sum的概念 现在是Mean的概念 叫MST啊 MSE MSE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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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